大家期盼已久的历史大剧天下长安 并没有在央巴如约播出 再替开播的是由黄维德和张萌主演的开丰富 很想着能在央视平台播出肯定不差 然而看了几集有点一言难尽 这个瞪眼珠张飞的黑大哥是假的包整吧 电视剧为了有看点丰富 又不跟之前同类型作品重复太多 剧情改编就是必要的了 包整的出身本剧 选择了由歌嫂养大的这个版本 民间传说和舞台戏剧都有这个说法的 具体情节就不多剧透了 而家喻户晓的黎猫冠太子事件改编幅度有点大 原本讲的是宋真宗的刘飞 因极怕同时怀悦的李晨飞生向皇子 就某同内奸公怀 用包皮黎猫换了李晨飞的孩子 根据改成是宋真宗自己换的 因为他前面五个儿子 都不知被谁暗害 再加上这个孩子出生时 天狗十月视为不祥 于是皇帝就跟八王爷一起 先用李猫换了孩子说是 要骗过天想想法很奇特 同时偷偷送出宫去呀 然后又找了个假儿子放宫里 想引出在背后谋害皇子的人 看样子是按照后宫争斗谋害皇寺的复杂方向改的 小时候的包择还是很可爱的 黑是黑了点 但是不乏同贞的单纯可爱 小包择起初就傻到不会算数 他是被坏女人推到井里摔聪明的 额头上的疤痕恰于天下 就变成亮亮的月牙子 剧情安排的很有戏剧性 就是孩子头上多了明显的弯月 竟然没有一个人提起 估计都没看到吧 毕竟皮肤太黑了 成年后的包择不知何故又傻了回去 是个只会瞪眼愣神还卖萌的黑汉子 黄维德在印象中算是有演技帅大叔了 不知为何将包择演得这么尴尬 金超群先生的包心天眼睛两而有神 那是威风凛凛自然流露 他这个就是在特意努力睁大双眼 包择的眼大无神看上去还有些恍惚 因为他几乎从不正视别人 不管跟谁说话都是眼神空洞看向别处 人物也没有什么情绪和表情变化 刚正步又睿智机敏的包青天 硬是表演成了瞪眼的傻大个 连配音风格也是一字一句 往外蹦的傻里傻气 当然吐槽不能空说无凭 上途感受最直观 这是包择敢靠出发前跟妹妹的对话 然后是包择跟先生的告别 面对受业人医师的深情唏嘘 仍然面无表情 好歹看老人家一眼吧 敢靠途中丢了包索和衣服是这样问人的 看起来还没有中个姑娘着急 是不是压根就不在意呢 吃东西都这么傻萌 感觉雨柔姑娘张萌看她的眼神 真的相对智障的关爱 真的看起来不怎么灵光 被雨柔戏弄进了大牢来了 打也是一连猛 喃喃自语的嗨样子 脸小混混都怀疑 她听不懂讲话 当雨柔道出她就是小时候那个女孩的时候 包择总算露出了张嘴的亚裔神情 看来漂亮姑娘的冲击还是最强的 等到了京城面对青楼女子的戏怒 还有再次被连累挨打的包择 又恢复了她憨傻的神情 本想再多看几集 证明包择前期的傻黑田 可能视为后面铁面包青天的转变 做衬托铺垫呢 可是看了半天都是皇帝家里的后宫戏份 以甘情亭的刘飞为首的飞子团 肯定少不了一番番门与我诈 最后李雪剑和张寒宇等主演的天下长安 不知道何时能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